第十九章 第二卷 第十九章 宋蓮橋木登口呆地呆在原地 或者他现在终于明白到这件雕塑真正的含义 我的目光落在天平那条黄金羽毛上 我感觉到我的后背震震发凉 这并不是一宗简单的空岸 从宋蓮橋收到这张素描开始 那个人就已经布置好一齐 我和景成一直都在推测 空手打算用什么方式 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宋蓮橋 但真的没想到答案原来这么简单 用自己的心脏去称重真理之语 而在古埃及的神话当中 真理之语是一条很轻的语母 用来衡量望运生前的罪恶轻重 但是现在天平上面的羽毛足足有五百克 他说成年人的心脏重量大致就这么重 宋蓮橋或者有机会救回他的家人 但是他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个就是空手杀死宋蓮橋的办法 而且还要当着我和景成的面 作为警察 我应该保护每一条生命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如果我劝宋蓮橋放弃 意味着他的妻女必死无疑 但是我又不能够眼白白地看着他杀死自己 当然了 景成不会有什么顾虑或者糾结的 比起被空手劫持的无辜母女 相信他并不介意宋蓮橋去请请他自己的罪恶 宋蓮橋阵着地从那三队里面拿出那匹雕刻刀 礼堂的灯光射在这把锋利的刀上面 映照出了奪人身边的寒光 他掌高头看着我和景成 他的眼里充满着无助的哀求 好像在等待我们去救援 而米当中没有再出现那个女人的声音 他似乎并不介意等待 我猜对于他来说 今天不管怎么样也好 都会有人写在他手上 要么就是那对母子 要么就是宋蓮橋 但是这个并不重要 他已经向我和景成证明了自己的无所不能的力量 我和景成都选择了沉默 我们的沉默落在宋蓮橋的眼里 变成了绝望 他的身体震得好像西康一样 在死亡的面前 人总是胆怯的 更何况要亲手地挖出自己的心臟 景成的声音很冷漠地响起了 你死和不死有什么区别呢? 你会在别人的鄙视和指责当中度过你的余生 与其这样狗者生活 倒不如救回你的家人 至少你会活在他们的心里面 你会得到他们的尊重和感激 你 我大黑驚地看着景成 我知道他不会有怜悯和同情 但是没想到他竟然会用心理暗示引到他的思维 景成面无表情地打断了我 他继续说了 我们之间 不要再讨论伦理和道德高度 他自己都说过了 艺术就是他的生命 他今天已经当着几千人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生存在世上 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与其狗者偷生 倒不如换回两条人名 你...你...你收声啦 你没有资教评判其他人的生死 你这样做的言行是教唆 这个时候 宋连桥木光外祭 双手低水 他打断了我的说话 他...他...他...他说得很对啊 好显然啊 他受到了景成的鼓劝 等他重新地担高头的时候 他的眼神变得空洞麻木 他转向我们的时候 跟着说 请...请你们转告给我家人 我对不住他们 我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 宋连桥的手拉开了他的衬衫 露出了他的胸口 他大口大口喘气 好像在给自己勇气 锋利的刀刃停留了他在空前很久 他的手震得很厉害 刀刃杀时之间 画出了一条血痕 然后搬去宋连桥 通知心悲的叫哭 那些回声回荡在整个空曠的礼堂当中 我真的看不下去 宋连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他就算打定主意 想要自己为家人牺牲 但是他明显没有足够的勇气 我打算上前去祭祀他 当...这样一声 吊合到已经在宋连桥的手上 跌落在地上 他表现得软弱和畏惧 他声泪俱下 他软在地上上 上手掩着他的头 疯狂地撕叫着 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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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警成的声音 很平静 我吃惊地看向他 我脑里面有一片空白 如果说 耳麦的另一面 是丧心病狂的私善佬 这样我身边的警成 恐怕比他还要疯狂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警成已经大踏步地走过去 異常坚决地 在地上撕起刁黑刀 然后按着地上的宋连桥 毫不犹如地手起刀落 重重地一刀刺了下去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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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连桥思心烈焙的惭狂之声 撞击在我耳幕当中 在门外面负责境界的警员 听到声音之后 纷纷冲了进来 他们全部都不知所措地 木登口呆注视着台上发生的这一切 流淌的鲜血在宋连桥的身体下汇聚成为了触目惊心的血泊 我冲到景成面前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他那刀是刺在宋连桥的大腿上 大半把刀已经插入他身体里面 直至都没入刀病 我一呆完全没反应过来 景成拿起手指放在嘴边 试叫我不要出声 但是他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 宋连桥的惨叫一直在持续 越来越微弱 直到景成用力地摁住他的嘴 景成用手指指他耳麦 我即时明白了 为了不让对方听到 景成叫我拿下的耳麦 然后他在我耳边细心说 礼堂的出入口已经全部封锁 他不可能留在礼堂里面 所以这里发生的一切 他什么都不知道 叫警察立即联系医院 问他们拿一句 准备捐献给医学院的遗体 然后拿出心脏 送过来这里 我抢强的那种松淡气 即时进入口 凌转身对着台下的警员 按照景成的吩咐下达了命令 等到警员离开了之后 景成拿下了宋连桥的耳麦 死人是不会有声音的 你想救回你家人 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发出一点声音 宋连桥知道轻重 就算是很痛 他也强忍着咬着牙关 跟着咬着头 这个时候 一个警员在外边 冲冲忙忙地跑进来 也示意我不要带二咪 他小声地向我汇报了 纯队 技术科的同事经过电讯偵測 已经锁定了嫌疑人 在学校的位置 是不是实施逮捕 我抢强的咬一声 凌转身对着景成 树起了大拇指 他心领神会地放下了宋连桥 跟着和我出去 离开的时候 为了以防万一 他叫留守警员 放下了礼堂前台的墨链 遮挡着台上的宋连桥 行出礼堂之后 警员递给我们二咪 然后告诉我们 所有警员现在更换了新的频道 嫌疑人没办法听到警方的通讯内容 大上二咪之后 我部署警力包围目标区域 根据探测而显示 嫌疑人的位置 在校园广场的东南角 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 发现那里汇聚了很多学生 正在欣赏着参展的艺术作品 政策仪的讯号不断加强 可以肯定 我们要找的人 正在学生的人群当中 我低声地问旁边的警员 政策仪只能够锁定这个范围 这里里面这么多人 万一打草惊蛇 他一定不会束手就擒的 万一九急跳墙怎么办呢 他身上有枪的 你这个枪法怎样 啊啊啊 警成问非所答 我完全都没回过神理 我跟着回答了 在警校的时候 扫感射击是第二名 想不想知道 谁是第一呢 第一阵间 谁还站在那里 你就向谁开枪 警成的声音很短促 他并没有等我答复 他的动作很快速地 在旁边的警员身上摸出那支枪 然后向天连开了三枪 突如其来的枪声 令到那些学生惊恐万分 就连负包抄准备据的警员 也大吓一吓 打一枪响起的时候 只是惊吓 但是当发现是枪声之后 学生全部都惊恐万分地 抱着他头蹲在地上 我是在第二枪之后 暗出了枪 我突然间明白警成的意图了 那个女人并不知道我们发现了他的位置 他的注意力还在等待宋连桥那边最后的结果 他眼里面只有杀绿 所以对死亡和危险已经习以为常 但是正常人在遭遇到突发的危险的时候 会本能地蹲下 所以还站在那里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 警成用最直接的方式 因别混迹在学生当中的兇手 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但是令到我意想不到的就是 警成竟然也会有出错 包围圈里面 并没有人还站在那里 好在 这次调派来的警员全部都经验丰富 他们立即控制着场面 然后逐一地核查 很快就 人群当中锁定了一个女孩 在他包围里面 搜出了无线电通讯耳麦 我在心里面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那个女孩大惊失色 他被警员双手反扣住 大声地在哭 落在我眼里面 这些似不过很可笑的表演 但是回头的时候 我发现警成的注意力 根本上没有在这个女孩身上 而是一言不发地 望向了之前的学生围观的地方 喂 人捉到了 你不打算问他吗 我拿起枪走过去 放了他 什么 他穿的是高跟鞋 而且有电头有染发 你如果仔细点留意 你就会发现他还做过指甲 他背着的书包 是Prada的限量款 一个过度追求外表 和沉迷物质的女人 能够犯最大的案 就是在男人那里骗钱 他是不敢杀人的 而且他的身高 大约1米72 完全就不符合空手的侧舍 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警成头都不会这么说 我还没开口 一名警员过来汇报 巡队 核实过他的身份 是校内的学生 他说那个无线通讯2米不是他的 据他所说 他说之前有个女警 检查过他的包 女警? 我眉头一皱 我示警员放开的女孩 你怎么知道检查你的包的是一个女警 那个女孩战战兢兢 梨花大意地说 他...他...他穿着警察的制服 当然是女警了 穿着制服? 我掩着头 仰天祥叹一声 为了避免引起混乱 我突然命令所有警员穿便装 真正的警员 是没可能穿制服的 很显然 这个女孩在检查包的时候 就被人放了个无线通讯设备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是叫警员带他女孩回警局 详细地核对 但是我知道他只不过是被插货嫁祸的人 重新走到警成身边 我对他说 他早就知道 我们在这里偵察定位他的位置 但是他明明能够随手丢弃设备的 为什么要放在刚才那个女孩的包里面 警成一直注视着前方 他想引我们来这里 这里有什么呀 我大为不解地四为查看 除了摆放着参展的艺术品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还记不记得 在海底打捞起屍体之后 发现的第三封信 我回忆了一下 接着摁下头 那封信是在葛安秋的胃里面发现的 兇手在信上面留下了 弹丁神曲第一卷练育篇第三章折选的诗句 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 通过我进入永恒妻苦之深渊 通过我进入万劫不服之人群 我不理解地问 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 警成声音低缓地说 诗句当中 通过我 这个我并不是指弹丁 而是指向一堂门 门? 什么门? 我大为不解 顺着警成的目光望了过去 他一直在注视着 树荫底下 一件两米多高的石膏雕像 上面布满着各种真灵的鬼怪 和痛苦的人群 在树荫的阴暗当中 这件雕塑令到人特别不舒服 但是仔细看 这个雕塑竟然是一堂门 罗丹 吐心力血 耗费了三十七年 创作出了规模红大的群雕门式 这件抗世杰作 将痛苦和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罗丹的灵感 就是离远于弹丁的神曲 而这件艺术品 就是地獄之门 我突然之间有一种不长的预感 凶手在1025的案件当中 将死者塑造成冥戒船夫 就是暗示地獄之门的开启 他故意引我们来这里 难道还有其他目的? 他在大三封信当中 留下淡定神曲地獄篇的诗歌 而地獄篇的主题就是 警成深深吸口气 在地上收起了一块石仔 走到地獄之门上面 用力地扔 然后慢慢地对着我说 唉 从我这里走进苦虜之城 从我这里走进罪恶深渊 你们走进的 将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 警成的任重低沉 而又阴迷 随着石膏像的地獄之门被警成定烂 在残魂断壁当中 一只武手掌的断手 无力地垂下来 透过破碎的石膏 我清晰地看到 两块血肉模糊 完全分辨不到五官的尸体 被密封了在这个雕塑当中 尸体穿着的 和之前视频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 回应出 这个就是宋连桥的妻女 她们早已经被人杀死 凶手引我们来这里 目的就是为了叫我们 发现她们的尸体 而密当中 又是响起了那个女人 欢发的声音 哈哈哈哈 你们代表了法律 也正如我之前说过 法律受到人感情的影响 从来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先会叫宋连桥 接受阿努比斯的审判 这个是对她最终的裁决 我对着耳麦那边 爬哭着说 尼罗美你从来没有打算放我 她们没有女儿 那个女人不为所动 声音高抗地说 不是 我相信这条审判是公正的 公正吗 如果公正的话宋连桥 我说到一半 我突然之间呱住了 我现在带着耳麦是更换了频道的 空手是没可能跟我对到话的 我即时面试大变 拿着耳麦重重地扔在地上 糟了 她引我们来这里 礼桥那里 只剩下一个警员保护宋连桥 警成也反映过来 马上带着警员跑回礼桥那里 深红色的帷幕 仍然挡住了前台 但是当我们揭开帷幕的时候 发现昏在地上满面鲜血的警员 而宋连桥还躺在血泊当中 我们没有再听见 因为她受伤而痛苦的伸淫声 就好像警成警告她那样 死人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 她的胸口被雕刻刀戒开了拳头那么大的裂口 腺血正在里面不断地涌出来 血迹从她身体向前滴落 我慢慢掌高她的头 看到那座宋连桥原本以为 虚大她荣耀和虚荣的雕像 阿努比斯拿着的审判之称上面 右边摆着真理之语 而左边就放着宋连桥的心脏 现在这个天平向左倾斜 预示着宋连桥没有通过阿努比斯的审判 宋连桥输了这场游戏 而我和警成也都输了给那个 操纵这一切的神秘人 看着我太好似乎 太好似乎 好似乎 是肯定腺 大小今夜都已经太阳子的 我再定时 大小这个 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